大家好,我是珍妮 又是一个清爽的早晨 我们来做一道广式白切猪蹄吧 大家可以在显示栏下方找到全部的制作材料 把猪蹄洗干净 用刀刮去污垢 用修眉刀把毛拔掉 沿着骨头切,把骨头分离出来 骨头可以用来煲汤 厚的部分可以切掉一些 方便卷起来 把肉卷起来 打一个截 左手撩起绳子 穿过绳子 拉紧 再来一遍 最后打一个截 放进一个大锅里 一个八角 一片香叶 一根葱 四片姜 白醋 瓜雕酒 凉水下锅 煮出来的猪皮不会破 开大火 水开后撇去上面的浮沫 小火煮一个半小时 把煮好的猪蹄放进冰水泡半个小时 泡过冰水的肉质比较结实 口感会比较好 擦掉水分 用保鲜膜 用保鲜膜包紧 放进冰箱冷藏两个小时 我们来调两种酱汁 第一种咸香口味 红辣椒 葱白 蒜末 把油烧到冒烟 拨到上面 酱油 香油 鸡精粉 一点香菜 搅拌一下 第二种酸甜口味 泰式酸甜酱 三茶匙 一点柠檬汁 白开水 一汤匙 搅拌一下 把馅拆掉 切开两半 切成薄片 蘸一点酱 蘸一点酱 酱油和肉融为一体 嗯 吃起来带有一点八角和酒的香味 再来试一下酸甜口味 酸酸甜甜 肥而不利 两种口味 哪一种是你喜欢的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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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